每天10分钟,全球资讯在其中 欢迎收看今日快讯,大家好,我是Rick 国际新闻方面,纵横外媒报道 尼泊尔西北部昨日发生一宗严重的交通意外 一架巴士在行驶的过程中疑似因为刹车失灵 不慎话落数百米深的峡谷 警方指出,这宗意外造成至少28名乘客死亡,多人受伤 而搜救行动仍然持续进行,所以伤亡人数可能会再增加 目前直升机已将部分商者送往医院治疗 救援人员就继续在事故现场寻找行传者和遇难者 事实上,交通事故在尼泊尔算是相当常见 通常是因为路况不佳或者车辆保养不善造成 纵横外媒报道,智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正部署军队控制秩序 智利总统皮列拉在12号宣布 将会发生暴力冲突的地方部署军队 分别在比奥比奥和阿努卡尼亚南部地区的4个省 以控制该地区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 马普切原住民在过去10年不断要求他们原有的土地归还 但要求未果,马普已开始筹备武装团体 对卡车和私人财产进行袭击 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美国辉瑞和莫德纳药厂开发出的COVID-19 MRNA疫苗 在防疫上发挥关键作用 这两支疫苗的关键原料是来自日本将近400年的山佐酱油厂 报道指出,MRNA疫苗在进入人体后 因为免疫反应会引起发炎,导致难以应用 研究MRNA技术的匈牙利瑞美籍生技科学家卡琳沃 想到将构成MRNA的物质之一 尿核金替换成假尿金 使疫苗得意更容易在人体内发挥作用 而假尿金正是由山佐酱油提供 英国24岁男性巴霍·加布尔 7月10日在大街上使出唱歌跳舞招式 从路人身上偷走名贵财物 警方在7月30日将他拘捕 巴霍9月在刑事法庭上承认自己犯下 2宗抢劫案和1宗抢劫未遂案 10月6日被判入獄2年03个月 当地警方表示 一般贼人会令到受害者不在意的时候下手 但巴霍就相反 他会与受害者产生肢体接触 遵而分散受害者的注意力,再陈机动手 警方指出这种偷窃手法成功率高 需要长时间训练 亦都是他们见过最奇怪的招式 拥有1.1亿人口的菲律宾 确诊数已超过267万例 预39,600名患者死亡 为了舒缓国内疫情并且降低死亡率 总统杜特泰可以说用尽各种方式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当局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到7000万人的接种目标 为了加速国内疫苗接种率 杜特泰曾经说不打疫苗就要入监狱 但菲律宾到目前为止 完整接种率大约只有21% 令杜特泰又预出惊人 针对那些不愿意接种的人威胁表示 要趁他们睡觉时去家帮他们注射疫苗 但总统发言人罗克就帮总统澄清 这个只是开玩笑 西班牙拉柏马岛火山喷发已经超过三个星期 现在岩漿不单止流入住宅区 还威胁到工业区 一间水泥工厂就因为岩漿流入起火 当地政府担心火灾会引发有毒气体 所以对工业区附近的3000名民居下达禁足令 确保他们的健康 除了水泥工厂可能出现毒气威胁 三日前才开放的机场 现在航班再度受到影响 当地军方亦都紧急爬上住宅 清理大量火山灰 不过就怕西班牙多风气候 会令火山影响进一步扩大 日本第二届无用物发明大赛 会令你会心一笑 这个比赛就是要以无用的东西夺得胜利 但特别的是参赛者的资格限制为当地工厂 期望会令到大家在疫情之下 仍然见到一班专业职人的技术力和幽默感 同时藉着这件事令到大家获得一些快乐 被自如的感受 而今年在无用发明大赛上奪得冠军的作品就是 《去除饭团咸机器》 无论是从设计、运作或是发明的构思 都可以说是相当令人困惑 不过拿走馅料的饭团确实相当漂亮 大家终于不用再吃到自己不喜欢的口味了 外媒报道在11号上午 意大利科莫一个热气球载满乘客升空 疑似未达到足够高度就转弯 先撞到树木 接着突然失控 然后正面撞上福特圣殿历史博物馆 导致一个石雕艺术从高外墙堕落 幸好今次事件无人受伤 警方接获通报后迅速赶往现场 确保人员安全 以及建筑物和艺术文物有没有受到其他损伤 当局目前仍然在评估今次意外酿成的损失 现代人手机不离身 无论是工作还是跟亲朋好友联系 都时常需要用到手机 不过玩手机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使用的时间和习惯 才不会一个不小心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中国广东一名年仅21岁的女大学生 因为长期在黑暗中患手机 导致右眼瞳孔变白 医生检查后发现她患上白内障 医生提醒 手机萤幕在黑暗中是非常依光 所以会对眼睛的刺激很大 轻则导致眼睛干绝 重则恐怕会导致近似倒数加深 是摸摸摸离而引发白内障 大家好 我是Vivian 家国新闻 美国计划重开与加拿大及墨西哥的边境 下月初起容许已经完成 接种新冠疫苗的加拿大与墨西哥公民入境 路透社报道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孙默 引述国土安全部长马若卡斯证实相关信息 马若卡斯将会公布长程 有望重开市去年3月以来封闭的边境 根据最新的计划 任何完成接种疫苗的外国旅客 可以在经海陆两路入境美国时 无需出示其他证明 以航班飞抵美国的旅客 就需要在登机前出示疫苗接种 以及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决定 接种阿斯利康的加拿大人 可以在下个月新的旅行规则生效后 访问美国 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报告指出 8月份加拿大建筑投资总价值下降 2.1%至97亿元 尽管大多省份报告了增长 但安省及BC省显著下降 使全国结果于7月份相比有所下降 8月份住宅建设投资下降了2.9% 除新斯高沙省略有增加外国省均出现下降 至于非住宅建设投资方面 增长12.3%至33亿元 其中灰北黑及亚省建筑意向增加 在安省连续第三个月增长的支持下 全国商业建筑投资都增长14.9% 90岁的加拿大演员威廉·夏特纳 成为有史以来进入太空最年长的人 他乘坐杰夫背左思的蓝色起源太空舱 进行10分钟的飞行 刚刚安全返回地面降落在靠近起飞的沙漠地面 夏特纳以扮演电影《星际迷航》中的 柯克船长而闻名 而本身就是《星际迷航》的粉丝的杰夫背左思 特别邀请夏特纳乘坐自己的太空旅行公司 Blue Origin太空舱 进行短暂的太空旅行 这是Blue Origin第二次载客飞行 只持续了10分钟 就像背左思自己在今年7月份的太空飞行一样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导 BC省高登镇的一座住宅屋顶遭寻石块撞击 住宅的女居民老师汉密尔称 当时她在家中睡觉突然听到一阵巨响 她看到一块大约有一个西瓜大小的碳灰色岩石 从屋顶聚下来 然后落在她的枕头上 距离她的头部只有几英寸 除了被吓到她并没有受伤 当时汉密尔不知道这是一粒隕石 但有人见到一粒隕石或一粒流星爆炸了 她才知道这是一粒隕石 汉密尔计划将隕石送去研究 希望确定隕石的类型 汉密尔表示她计划在研究人员完成工作校 保留这块岩石 据The Weather Network表示 周末安省天气预计会迎来一场大雨 准确的降雨量尚不清楚 但某些地区的降雨量可能高达40毫米 主要原因是受巨峰Pamela的影响 一些降雨最严重的地区将会包括 温沙、伦敦和多伦多地区 多伦多动物园星期三宣布将要求 所有12岁及以上的游客全面接种新冠疫苗 以便参观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同时要求客人、会员、商业伙伴和承包商 在进入动物园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动物园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动物园必需採取一切预防措施以保护其他客人 工作人员和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 政策于10月25日星期一生效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据Subbury地区公共卫生部门称 随着今年COVID-19限制放宽 愈来愈多人在更多地方活动 预计流感将会在今年秋冬卷土重例 与COVID-19一样 流感病毒通过飞没传播 飞没可能通过眼睛、鼻或嘴巴进入人体 由于流感病毒每年都在进化及变化 因此卫生部门建议每年接种疫苗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数据 2019至2020年加拿大 若有42%的成年人接种了流感疫苗 尽管一再声称 尽管一再声称 不会推迟10月15日的最后期限 但斐北克卫生部长 克里斯蒂安·杜贝星期三宣布 他将再给医护人员30日的时间 来接种两剂疫苗 克里斯蒂安承认 由于强制接种疫苗要求 而失去数千名工人 将会导致斐北克医疗保健服务碰壁 但医护人员现在必须在 11月15日之前注射两剂疫苗 以免被停职停生 与此同时从星期一开始 未接种疫苗 并与患者又直接接触的医护人员 必须在轮班前每周接受3次COVID-19检测 找本地热点新闻资讯 商家超市打字讯息 快下载北美眉头条APP 北美眉头条 加拿大第一资讯共享平台 安省疫情 安省今天确诊306例 有12人疫亡 7日平均为500例 在新增个案当中 多伦多禄18例 皮尔区18例 约克区29例 道兰区6例 温沙32例 善美顿12例 河顿区7例 尼亚加拉17例 华天劳3例 和厄泰华20例 最后我们一起看看 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 多伦多明天阴晴不定 晚间60%有雨 温度为16-21度 后日天阴晚间有雨 温度为10-18度 温哥牙方面 明天有雨 温度为9-10度 后日有雨 温度为11-12度 油价方面 大多伦多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 明天将会不变 普通级汽油为每公升144.9 而大温哥牙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 明天将会不变 普通级汽油为每公升160.9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快讯 祝大家有愉快的晚上 再会